9月25号开始 满局的诱惑开局 让我们先入 忙来了 累死磕到底 应该玩玩 好运 不会见顾傻瓜 等一下你们不能骗我 不要杀我 想有我的折磨 找死 我用菊花走出去 你们已经无药可救了 他在找你们找 谁在找 你们好犀利 拜给小萝莉 如果谁不相信我的话呢 哼 谁就要 拜拜了 菜鸟真多 马老师你再说一次我错了 再说 我可能很坏 但我感觉很爽 我不玩了 要么就吃饱 要么都吃好 酸和花都各自有它的味道 要么就吃饱 要么都吃好 饭不止够欠 去也就长远 这个饭局诱惑 到了 好紧张哦 怎么办我不敢下车哦 为什么 我跑 不知道是对人家怎样的 放心 你不要把饭局想得太邪恶 很简单单纯吃个饭 如果欧帝你要来上的话 我相信你会待到最后 我觉得你要小心马老师 因为真的很老狐狸 好怕哦 人家第一次 没事 人家第一次参加饭局 就这样子 人生都有第一次 真的吗 马东老师很好猜 这个人要说谎的时候 他以为他完美独侠 其实他的眼袋会抽搐 那他如果抖的话 我就是在说 就是说 梁华老师可以了 谢谢 好我们现在进入 世纪大谎言时间 对不起 谎言之前请允许我先 吐槽一下我们这个句子 我们是有多缺钱 我们原来那个感控的 就是一按他就出来那个 怎么改成了这个东西 而且线都在外面 你们不怕帮我见死 好 现在开始谎言时间 圈里很多人想潜规则我 像我都拒绝了 我不说是谁 我就是那个 圈里想潜规则谢依林的 他不说是谁的那个 谁 我以前跟侯卫腾交往过 我今生的最爱就是欧帝 我爱你 我的天啊 欧帝 我爱你 假的也爽啊 爱你哦 我也爱你 欢迎大家收看 有吃吃吃买买买买 啪啪啪苏宁易购 万名不出的饭局的诱惑 其实佩晨跟他们两位都很熟 对不对 还可以 我跟你的交情交还可以 我太伤心了 我跟欧帝的前女友更熟一点 对 所以你跟那些女孩子都很神奋 我叫那些女孩子 只有一个比较熟 我也认识她前男友 大家好像都认识了 我们一定要这样弄吗 我们都是有家人有孩子的人 好不好 来来来来 真的 圈里面有人想潜规则你的 有 真的 就是一般想潜规则你的时候 好好说了 就会怎么暗示你 诶 我跟你讲有一次真的有一个人 谁 说 我不说是谁 好 说满晚的 嗯 她说送一个东西给你 哎呦 然后我想说 这样好吗 拜托这么晚了 我一个女生 一个人住 满晚的 我要送一个东西给你 我知道 送鬼回坟墓 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想说拒绝一下 那你拒绝会怎么说 我就想 觉得又不好意思拒绝任天 如果是真的送礼物呢 然后她就真的送一个礼物 对 她原本窃喜了一下 我没有窃喜了 对对对 没有窃喜了 所以欧帝一般 如果你要潜规则谁 你是怎么说呢 一般要潜规则人的话 要先问清楚 她有没有被潜规则了 哇 你好有气节 别人潜过 我不潜 我觉得我们说实话实在尺度太大 赶快谎言吧 对 因为这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游戏 对不对 是 这样我们的这个皮诺丘 鼻子变长了 我们现在要说谎 但如果不想回答的话 我们也有准备一道料理 好 你如果不想回答 就可以吃这个料理 好 我们用特别的器皿中它 有没有 对啊 这个器皿就最好放一个 好 好 我们是不是请嘉宾请搜 为什么我们两个是嘉宾 都是我那个 真的吗 对 你好low 来 我来想另外一个梗 好 战斗陀罗 黑秀 还有其他 我们为什么会请 这么失控的来宾来 新梗 好了 打开有觉得奇怪吗 没有 马老师这个料理很厉害 这个是 蜂蜜配糖 黄姜的肥肉 我这个人最讨厌肥肉 等下如果真不想答就吃 好不好 这个让你甜到忧伤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谎言时间 我先来问欧迪一个问题 你太太跟谢依林 谁长得比较漂亮 我吃 这有什么好不说的 我也不在乎 那这样好了 你太太长得像谢依林吗 我吃 我吃 又要吃 爸 准备一点饭 不够吃 我觉得谢依林 比我太太漂亮很多很多 真的是心地善良 人又漂亮 然后身材又好 你刚才用了一个很奇怪的词 叫心地善良 对 那你太太跟谢依林 到底谁心地善良 我觉得应该是依林心地善良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这样 我把这个灯先关一下 然后我翻译一下你这句话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太太比依林要漂亮 而且她比依林心地要善良 所以姓依林就是又丑又恶毒那个 是吗 我漂亮跟心地善良 我早上赞一样吧 没有 她真的是搬弄是非 我告诉你 她这个人说话最不老实了 你不要听她的 身材好 超好的 身材好到爆炸了 拜托 你最近一年半以来有啪啪啪过吗 有 谎言 没有 我十几年没啪啪啪了 请问你贵庚 我26岁 18岁以后就没有啪啪啪 你是18岁以后 就没有啪啪啪过 而你18岁之前一直在啪啪啪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好难啊 小娃娃说的难 你有发现我接不下去吗 没有发现 我可不可以问下一题 可以 你最不想跟哪一个男艺人传绯闻 吴彦祖 那你最想跟哪一个男艺人传绯闻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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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了《小时代》对不对 嗯 你觉得郭敬明是一个好导演吗 大家都讨厌他 什么 那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 你会演《小时代》吗 不会 你那部戏你最不想演哪一个角色 我最不想要演 南乡 南乡是谁 最漂亮那个 嗯 哈哈 谁演的 郭碧婷 哦 因为他跟很多男生都那个吗 有吗 就生活中郭碧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就是一个大 子 那郭彩杰呢 大 大 B 啊 唐王呢 这不是唐王 告诉我 我到底现在让你们自己看 他骂的是贱坏 我哪有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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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郭德纲呢 他是宇宙帅哥 啊 宇宙帅哥 宇宙帅哥 郭德纲是宇宙帅哥 嗯 欧帝会同意这个观点吗 嗯 猛一看挺帅的 猛一看 仔细一看啊 帅爆 所以你拜他为师 是你追他还是他追你 啊 哦 是我强迫他一定要收我这个土地 所以这句是谎言 来我们把这个话题打开来说一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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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他一定要收你为徒的是吗 其实呢就是一个很巧妙的时机啊 就是在录那个节目的时候 然后呢 在那个记者会的现场 我看到他 然后就过去说 哎 我说 那个郭老师 哇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你想到我师傅瓜哥耶 然后他就好好 啊 是吗 哈哈 他有这样讲话 对 是吗 哈哈 然后这样 后来我们就开始 就就开始出国录了嘛 录录录录录录录 然后录到有一有一集的时候 我跟他单独出去 因为他需要一个翻译 因为毕竟 你知道吗 我的英语 我的英语很不错 你知道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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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郭老师的河南话也很好 也不错 对 他在那个德国那边是能沟通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我们在车上坐车的时候 他就他就说 老爹啊 那个啊 从今天开始呢 你就帮我叫师傅吧 我说啊 可是我台湾有师傅了 他这么直接 对对对对 我说我台湾有师傅了 他说没事 那个来内地我就是你师傅 然后我听得就很开心啊 我对传统的东西非常有兴趣 大家都不知道 虽然我看起来很 fashion OK 还好还好 虽然我看起来很 hip hop OK 但是呢 其实我对于相声 不是很靠近 来不要一个人 我小时候就常听那个 好来咱们才先干以为 来你继续啊 哈哈哈 对对对 所以你会学相声吗 我其实没有要说相声 哦 然后那个师傅也没有说要教我相声 对 对因为我口音口音的问题嘛 所以其实就是应该是他要教我一些演艺 演艺圈的一些表演的方式啊 对 或者是一些新的融合吧 对 你为什么不不说相声呢 呃 我天赋太好 怕他们没饭吃 哈哈哈 哎呀 不要脸 就你知道吗 你你刚刚拜完师 他就遇到了一些风波 你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有 好奇妙 好奇妙 其实我是有 我是有吓到了 就以天天向上为例嘛 哦 就是欧帝参加以后 后来天天向上就那什么 哈哈哈 就很好 天天向上就很好 你有想念天天向上吗 哇 没有 呃 每一分一秒都不想念 说说看 每一分一秒都想念 怎么想 就 呃 觉得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让我很 很 怀念的地方 因为待的时间非常久 然后而且也是我在 事业上第二次发机的地方 就是也让内地的朋友 所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 对我来说是一种家乡味 就是一回去 就连那一天 那天你微博发了一个 你回到 对 我那天回去 回去广店的时候 哇 我说哇 有回老家的feu 然后呢 就在 没事没事没事 哥很坚强 就只是经过而已 然后我去广店旁边的那个 大体育馆做超女的直播 啊 其实我是有一种 静香情趣的感觉 所以那天的直播 表现非常不好 对 因为我觉得我不在状态内 因为我紧张 因为我又回来了 如果还有机会你会回去吗 啊 我希望 你希望有这个机会吗 我希望 那个 因为其实天天向上 真的是一个 多风多雨的一个节目 就我好多兄弟大家都 真的是很无奈的就 就莫名其妙就 对 所以 其实我很想等他们回来 我很想等他们回来 就是一起回去 你现在收看的是我们的 天天向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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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的是 天天兄弟真的是一个特别奇妙的团队 每过一段时间就好像有一个兄弟 因为种种原因就会离开 然后人越来越少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他们回来 不说了 不说了 我看你 我看你 不说了 没事 没事 可以可以 来来 喝一杯 喝一杯 我都要哭了 所以我们 我们 我看你刚才 我把这个按掉 我看刚才他掉眼泪的时候 你好像也 没有 我觉得他说的话是真的 我觉得有时候一个节目主持久了 有很多的感情 就像 虽然我跟东东也就是 合作没有很久 行水相逢 一往情深 对 但我们每个礼拜见面 真的是一路完之后 一事成主顾 一事成主顾 就会想念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 欧帝讲谎话的时候好像实话 有这个感觉 对不对 所以他的话能信吗 所以其实当我们真正开始后面游戏的时候 我们要 小心他 要小心他 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做FBI教你判别谎言 对 说人说谎的时候会往右上角看 对 回忆的时候往左下角 是吗 这是回忆 所以欧帝 对 前女友怎么样 回忆 大回忆 对 我们把演技攒一攒到那边去表演 好不好 好 让我们开始狼来了 请开门 走啦 有人在等我们了 让他们继续跳 这边有几只妖精 来 各位你们离请 你妖精吗 看他们能跳多久 欢迎收看由痴痴痴买买买啪啪啪的 苏名义购万民多猪的万续的诱惑 九族饭堡 让我们进入其他环境 狼来了 这个九人狼人杀狼来了 这个局里面的一些新朋友对不对 首先是这周出现的大妈 不是我说 他说的 他说的 给你介绍他软件 叫好好说话 给我去买 算甜甜甜甜甜阿姨 马老师 甜甜姐 甜甜姐 大家好 就很久没有出现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 因为最近都在拍电影 好厉害 对 甜甜旁边的是他最近找到的面首孔连顺 女神 女神 她是我见过最普通的人了 孔连顺的脸只要扮女装 顺眼变这么小 我知道了马老师 是因为头发可以折着 就是吗 她的前一个角色是真子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狼人杀之前 佩晨小姐有事要给大家宣布 我们游戏开始之前要感谢很多的好朋友 包括了一眼看穿世界的盖勒士 谢谢盖勒士 还有喝一口爽半年的百事可乐 喝一口爽半年 我给你之前欧弟解释一下 就是说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好味道 百事可乐就是在 还有有钱还得长得帅出门才开的奥德赛 谢谢盖勒 你说你们家开什么车 我们家没车 所以你老公 你未来老公 有钱还得长得帅 他出门要开什么 奥德赛 跳舞 老马配好安 好酒配好餐的 马爹丽 狼来了游戏角色分别为 三只狼人 三位神职 御元家 女巫 猎人 以及三位村民 村民与神职都是好人 与狼人阵营对立 狼人们夜里出动 每晚杀掉一人 御元家每晚可查验一人 猎人死后可开枪射杀一人 女巫有一瓶解药一瓶毒药 解药可救活夜里被杀的人 毒药可毒死一人 两瓶药不可同一碗使用 游戏采用图边规则 狼人杀死所有村民 或所有神职即获胜 好人阵营消灭所有狼人即获胜 现在进入考验演技的游戏 狼来了 请大家依次查看身份 一号欧帝请看牌 有狼下 有吗 二号大王请看牌 有母狼下 骚 大王预演家 好人中的一员 每天晚上可以查验一名玩家身份 三号侯佩腾请看牌 侯佩腾女儒好人中的一员 有解药和毒药各一瓶 解药可救活一人 毒药可毒死一人 解药和毒药不能同一碗使用 四号马东请看牌 马老师一贯都很做作 真的 这个身份 我不配 五号颜如今 请看牌 颜如今 猎人 好人中的一员 被狼人杀害或白天被投出局 可以开枪带走一名玩家 孔连顺请看牌 哇 你连看牌都好普通 你让他有点存在感 七号范甜甜请看牌 牛 范甜甜 狼人 与聪明作对等邪恶势力 每天晚上可以杀掉一名玩家 八号陈一新请看牌 我只看到她的眼带 我没看到她的眼睛 陈一新我觉得咱俩的眼带 其实都可以割一下 那个是卧场 九号谢依林请看牌 哇 好会演哦 哇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你们要袭击的是谁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你要查验谁的身份 她的身份是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好累 对 昨晚被袭击的是六号孔联顺 请留一言 你真的一脸欠三 你好值得被杀啊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其实不留一言也没关系 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 你们这样对我 你是拖把神吗 我是真子 她连冷笑话都好普通啊 我怀疑你 我怀疑你 你攻击我 我一死她第一个说完 没有 大王先说的 我没有说 我说她该死 我还没有说完 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连死都好普通啊 我还会回来的 首先第一点 比如第一轮嘛也不知道讲什么 是不是 我觉得首先要排除是我们公司的人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 孔联顺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我们公司的人就把他杀掉 不让他说话 这份钱白给了 是不是 对耶 所以说呢我觉得马老师肯定是第一个 是可以说是排除的 Ladies and the gentlemen 老娘呢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民 我真的很不想说这个台 你每次台词都是这种耶 不是 就是真的很无聊 你不懂做一个村民的心 哎哟 你是没有玩过 你不知道做村民有多无聊 都不得boring 所以我现在考虑一下 是要做好的村民 还是做暴民 大家留我多晚一会儿 谢谢大家 我先说一下我的身份是一个好人 连胜哥的死真的好奇怪 因为他第一个死了 你太正常了吧 不是 然后我就觉得他第一个死 就有可能是狼人在玩自刀 想骗解药 孔联顺的智商玩不到这么深 不是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两个狼人 是这么想觉得反正他也没什么价值 然后就让他先死一下骗解药 小女孩你说话好伤人 对不起 反正他下去了嘛 对吧 然后第二轮再说吧 对 过 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从商业上的角度来说 你应该不会白花这个钱 不 他便宜 我不知道他便宜 你早说 一遍一遍地践踏孔联神 好了 大家都看到了 感谢前面三位狼人的发言 真的是说谎的时候扎眼睛 这个太明显也不克制一下 他呢平常是很飘悍 然后呢 为什么说他是狼人呢 反而他是在捕猎的时候 他的眼神的那个那个犀利度反而没了 你懂吗 是谁的眼神所顶我 却怕要一口这苹果 这就是叫做叫做什么 鳄鱼的眼泪吧 就是要吞下猎物的时候 会流下那一滴眼泪 过 昨天晚上真的得到很多的答案 所以我觉得我就玩明一点 我不会第一把乱跳的 我就真的是预言家 这个是几号 9号对不对 我昨天晚上宴了9号 他是狼人 我就是这个假装自己什么都不能说的 谢依林小姐 他真的是狼人 所以这把后面有人敢帮他说话 那他们就是同伙 然后同时我有点怀疑范甜甜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就是以往都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那这把当他说到自己是一个很普通身份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做作 他永远做作 所以可以一开始就说我是谁吗 我可以说我是村民吗 我也可以说我是狼人咯 像他这样子 当然可以 但是你这样讲也不对 万一狼人互财怎么办 你现在都调这么明 我就很明 我真的就是预言家 查杀9号谢依林 谢谢大家 不要杀我 我想继续玩 拜托 好假 好假 这个拜托好假 他说他想继续玩 但他没有说他不是狼人 漂亮 我想继续玩 拜托 求你们 我才第一次玩这游戏就把我投出去 我说谎的机会都没有 好我听到现在我姑且相信大王 等一下看有没有真正的预言家出来烦你 范甜甜刚出来的时候先讲了 她说一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人 她先撇开她自己并不是杀她的人 后来才说我是一个村民 她说 所以我觉得那个动机有点奇怪 然后再来就是 谢依林讲话也怪怪的 因为我记得我当老人的时候 我都会说我不知道 我先听人家讲好了 没想到她扣评 那个是直觉的反应 因为我觉得言多必思 所以目前为止 我也是怀疑范甜甜跟谢依林 但是如果大王真是预言家 验出的是谢依林 那或许我们第一把就把它投出去 所以我们肯定投谢依林了对不对 因为谢依林现在是一批投降老 就是她已经说 就是我很想继续玩 拜托大家不要投我 马老师 不要投我 我不会的 我是那样的人 我怎么会不 我怎么会投你呢对不对 你想把她攻出来吗 我除了怀疑谢依林之外 我怀疑佩辰 佩辰刚才所讲的整个这一番话 不知所云 我的身份是女巫 我的身份是女巫 所以这一把如果有人杀你 我会救你 好的 如果要毒的话 我会 我们这次把谢依林投出去 下一把我会把侯佩辰毒死 不要这样 你是不是有一种收了通告费 所以很想在大衣棚里面去 对 我又不便宜 我们是按照在这个场上的时间来算钱的 所以 所以赶紧把她投出去 我们省一些 依林姐 我给你一个建议 好 可以这样我们做个交易 你把你另外一个同伴投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把她投死 你可以留作一局 说出来就轻松了 然后你又可以活下来 真的 艺人能够出镜是很不容易的 对不对 而且艺人之间没有友谊 对不对 他们你看现在没人出来保你 他们也把你牺牲了 但是我把他们讲出来我还要胜算吗 他们分分钟都会背叛你 我告诉你 关键是 谢依林你想想看 你的郎同伴 一个比你年轻 一个比你漂亮 不出卖他们更待何时 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对呀 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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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了吧 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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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说出 我说出来你们就不投我了吗 对 说出来就不投你 你讲出来没关系 说 就没有参加这个节目 原来是这样玩的 两个都是女的吗 还是一男一女 好女生 我把你的名字已经拿下来了 好 好不好 蛮劲的 说谁呀 比你做的蛮劲的 你蛮劲的对不对 对 比你年轻 没有参与说出来的人 是不是自然就是同伴 是福建人吗 我这么大 是不是福建人 好 你说得非常好 来吧 我们投票吧 请大家准备投票 谢依林 弃票 侯佩岑 一票 陈依馨 一票 谢依林 五票 本轮被投出的玩家是 谢依林 仅留一言 你们很美品 我就是 保证方式 不是 我跟你讲 关键是 关键是 你没有 明确的说出来 但是你这个时候说出来还不晚 不要理你 老奸志华 也不是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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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也太坏了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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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啊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你们要袭击的是谁 女巫请睁眼 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救我 救我 睁眼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你要查验谁的身份 她的身份是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平安夜 从一号欧帝开始发言 我觉得 她的呢 刚才那个依林吱吱吱的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 她没有办法抵抗那种掌控大局的盈威 所以有一个人她因为心虚 进而用她的力量来掌控大局 这种人我是最瞧不起的 你是说马老师吗 利用她的口才 进行暗中结伙杀人的勾当 还义正言辞 杀了自己的同伴 太坏了 还有另外一个人更坏 甜美的外表里面隐藏着杀鸡 我真的没想到他们是这样的人 太过分了 希望大家呢这个明察秋毫啊 过了 我对自己很失望 我觉得我应该要相信马老师的 可是我昨天晚上却还是验了他 真的因为我怕你们 你跟依林就是狼咬狼 我怕你们刚刚那一幕是演出来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 你还不如说是狗咬狗 狗咬狗 但是我验了你 马老师是一个好人 如果待会我挂了 请大家相信他跟着他走 然后那我们就照章办事 上一把 其实依林跟我差不多了 就是陈一新嘛 这把我建议先直接把陈一新给推死 然后我现在怀疑欧帝 欧帝刚刚也是明显在踩马老师 总有刁民想害症 你太过分了 我觉得我就是按整个很正规的 照章办事在走的 你最不正规了 我哪里不正规 你长得就不正规 还不太心理中心的好不好 好 那我说 大王我希望你是预言家 因为昨天晚上你被杀了 我救了你 但如果你真的是预言家 你验出他是好人的话 我现在不知道相信谁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预言家 那我觉得欧帝怀疑我 我反而觉得他是好人 因为好人会找坏人 所以他一直在找 然后他一直觉得谁不相信 但我相信 可是我只说甜美的外表 你为什么就觉得是你 我自己 因为我感觉 不是 我一直以为你说的是我 我本来以为他说陈一新 但因为他说认识那么久 我想说他应该在讲我 因为他眼睛一直在看我 好了 少女 哇 但我刚刚一直怀疑马洞老师 那场上应该还有两个老 心理学家发现啊 人的左脑和右脑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有一部分是负责直觉判断 有一部分是负责理性判断 但是直觉判断往往并不见得是对 而理性判断的对的概率会更大 但是直觉判断快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对不对 你看到一杯白水放在白酒杯里面 你就会先天地觉得这是一杯酒 但如果一杯白酒 放在一个白水的杯子里面 你一弄不好就会拿出来 就咣当就干掉 结果发现是酒 我只想跟你说 你看你先天性地会怀疑我 因为我刚才跳出来了 而你是女巫 然后你觉得抢你身份的人 都是坏人的不是 你想想看 你为什么要那样跳 所以我觉得这一把 我们应该把欧帝投出去 因为欧帝刚才整个的逻辑 和整个的说法的指向 都是一副只身事外的感觉 所以我 我会投欧帝 过 我觉得大王的那个预言家的身份 其实是相当作识的 大王如果是同伙的话 没有必要一来的话 就把自己的郎同伴给说死 然后把他抱出去 所以我觉得 他是预言家的身份比较坐实 而且死的也是他 他没有理由把狼同伴死出去 然后自己再自杀 那他们玩的也太险了这一把 如果是真的话 我觉得我输得很心甘情愿 所以大王应该就是预言家 然后他验了马老师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信任的 所以马老师刚才那个跳 我也觉得他是瞎跳 但是 一心这一局很着急 我觉得他待会应该会跳个身份 要么跳个预言家 要么跳个女巫 他跟欧帝 两个人是很有可疑的 但田田姐也有可疑 我们如果还有一局 大王还可以验的话 我觉得应该验田田姐 我现在比较怀疑的人是 第一个是颜如金 他是肯定 颜如金太厉害了 什么自杀这种乱七八糟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他讲了所有的话呢 我就就前面打 讲大王和马老师这件事情 我已经坐实的 另外欧帝和佩晨 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能性的 你也是有可能性的 基本踩完全场了 我是一个贝贝 可以 终于到我说话了是不是 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 我第一轮 之所以没有说的话 是因为我第一轮验的是欧帝 哥哥 欧帝 然后他是一个好人身份 所以我才没有说的 然后第二个晚上 我其实验的是马老师 因为马老师他踩我 他说我一定 他说我是狼 所以我就想 而且他比较主导全场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 其实不是女 所以他来踩我 所以我就验了他的身份 然后还有二号大王 我其实就是 因为他 我不知道哥宛是不是他被杀了 但是如果他想跳 所以你第二轮验的是谁 我第二轮验的是马老师 他是好人 一号 四号是好人 所以我到这轮 我是没办法 所以我才要跳 我来说一下 前面就是 因为我们可以随便发言 所以我们前面 整个有一轮诱导 然后来说一说 现在真正的情况 我觉得 我想问孔连顺是什么人 孔连顺走的时候说 我是一个神职 他走了 好 神职里面 预言家 女巫和猎人 他没有带走人 所以他不是猎人 你是女巫 他不是女巫 除非他是一个平民跳神 但我觉得孔连顺不会 所以孔连顺是预言家 然后 跳预言家的人 大王 穿了预言家的身份 所以大王是一匹狼 然后 颜如今 在我后面 坐实大王说 大王是预言家 没有问题了 所以 怎么 怎么 怎么样 所以现在场上 应该还有两匹狼 就是大王和颜如今 请大家准备投票 侯佩岑 弃票 真的不知道 马东 一票 陈怡心 两票 颜如今 三票 本轮被投出的玩家 是颜如今 颜如今 颜如今 好臭 可以发动技能 蛮好臭 你想清楚 你带走我 咱们就输了 我错了 但是 你带走我 咱们就输了 马老师你再说一次 我错了 我错了 想想我 我错了 你告诉你 我要 我要给你气死 我带陈怡心走 怡心 let's go 陈怡心 请留一言 我真的是一个好人 刚开始是因为 大家都说我是狼 所以我才记得 我才跳预言家 但是 但是因为我想说预言家嘛 我只要 我只要不 我只要不报茶杀 我就没有在害人嘛 所以我才报了两张好人牌呢 天黑请闭眼 狼人 狼人请睁眼 你们要袭击的是谁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你要使用毒药吗 你要毒的是谁 女巫请闭眼 女巫请闭眼 寓言家请睁眼 你要查验身份的是谁 她的身份是 寓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天亮了 好精彩哦 快说 昨晚被袭击的是 欧帝和大王 没有遗言 走 从侯佩岑开始发言 因为你告诉我是欧帝 所以照理说如果他是狼的话 我们应该玩完了已经 对啊 所以很明显现在 我读错人了嘛 嗯 我为什么都要听别人的呢 我要打醒我自己 从今开始我要戴眼罩 来玩游戏 我不要看你们任何人的眼神 范甜甜 侯佩岑 我一开始有怀疑你 我一开始也有怀疑你 所以我们这一轮还可以投 那我就是投你 我肯定要把你投球阶劲 因为刚刚大王是说他验了你 你是好人 你仔细想要投错哦 如果依照这个逻辑的话 范甜甜如果是狼 我这样很不利耶 这样子 所以甜甜 你觉得我们两个里面谁是狼 本来一开始 你没有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很怀疑他 现在你说了这句话之后 我开始怀疑你 好 但我是被预言家验过的人 所以你怀疑我 很危险 你还不如说服我一起怀疑他 你觉得 好 那我还投我变什么话 那我们两个投你好不好 我也没有办法 你们要投我 我也什么办法 反正你们要投我的话 我们就肯定 我投范甜甜 拼命就输了 你随意 我觉得就是马老师真的是非常坏 非常会一局扳回所有的话的人 然后 反正我是坚信你是好人 所以我没有投你 刚才我有怀疑 因为你踩我嘛 可是我现在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反正他们到底谁是好人 到底大王是不是冤家 我也不能肯定了 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 神志人缘 但是我们两个当中一个 你只能随便你选 我也没关系 请大家准备投票 侯佩晨气票 范甜甜一票 为死磕到底 马东一票 马东 范甜甜平票 由马东开始发言 你发现吗 他到现在为止 他还不去指谁是狼 他只说他相信你是神 而我把三个人的关系 讲得很清楚 咱们三个人 不会在一起生 那你是老 你是老 这么明显还要说清楚 干什么了 严如今就已经把你带走 侯佩晨请投票 我对不起大家 我平直觉了 你要不 你不要相信 你不要去想 你不要影响他 你不要影响他 我平直觉了 我告诉你 马东 你不会影响他 网友 不要凭直觉 想想看 人分左右脑 不要人分左右脑 不要相信直觉 你真的很爱影响人 要判断 这样我很吃亏 马老师很厉害好不好 我好生气 半甜甜 半甜甜 我直觉 直觉 直觉 游戏结束 狼人胜利 我饭甜甜也有今天 我没有想到一定要赢 就是因为我抱怨 我没有想过我一定要赢 就输就输好了 就这种心态 我就差那么一秒要投你了 不是 你太厉害了 不是 关键是 我太笨了 我们遇到了信任危机 对 就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不信 因为你平时老骗人 你就大坏蛋 我没有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这三个 小姑娘长大了 因为这三个 刚才在扮演无辜狼 对 三个都好无辜 我的笔记都没做到 我就走了 好了 不嫌你了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投降狼呢 快点 下一轮快一点 欢迎来到考验演技的游戏 狼来了 本局采用女巫视角 请大家依次查看身份 欧帝 请看牌 狼像 好刺激 好刺激 大王 请看牌 不想玩了 侯佩岑 请看牌 马东 请看牌 这个身份 我不配 你背了都干净 严如金 请看牌 孔连顺 请看牌 喜分 范甜甜 请看牌 无聊 陈一新 请看牌 都在装可爱 这个满嘴谎言的女人 喜欢 谢依林 请看牌 我配 我配 天黑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你要毒的是谁 女巫 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被袭击的是马东 杀队人了 立大 无论谁说什么 薄地头出去 他是狼人 没错 就是我杀的 我是预言家 预言家在第一轮被杀了以后 好人就处于一个劣势 欧帝是狼 他是必须被投出去的 我说完了 没错 我就是狼 马老师第一轮被杀的 我说完了 对啊 对啊 从颜如今开始发言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马老师的话是值得相信的 所以会先把欧帝图出去 我也觉得有可能 因为马老师第一个死的 对 然后 孔老师终于可以发言了 他这么明确地指一个人 有可能是你 话很多喽 一个就是马老师说话肯定是对的 第二个马老师是狼 对吧 如果 对 只有这一生可能吧 狼自家没有骗到解调 还没有骗到 所以说我觉得不可能 那马老师一定说的是真话 欧帝就一定是狼 很相信颜如今 颜如今的同意 是对的 我这一轮呢 非常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身份 非常强势的身份 如果谁不相信我的话呢 哼 谁就要拜拜了 对 然后这一轮呢 如果要是 欧帝叔叔没有跳身份的话呢 那我就投他 可以 可以叫欧帝叔叔 也差不多这个年纪 我觉得颜如今 每次讲的都蛮正确的 我先跟 我先跟 但我不确定 因为你也会过话 不过我觉得他有可能 就是黄了 就近一天大会 对 我就是故意想隐瞒什么 如果是正常平民 一定会说我不是吧 不是有可能 我就是 那我就狼子 我跟你讲 我就是狼 而且呢 我已经看出来 马东老师呢 只要他在的时候呢 他很可怕 他可以操作一切 所以呢 要决出真正的胜负 要先把他处理掉 我就是来自北方的狼 明朗跳出来 把马东老师斩杀 自己故意漏成份 所以是在剖析自己 作案的经历是吗 没错 就跟他同归于尽 投我 我觉得马老师很直接的 第一夜被杀了之后 起来就说自己是预言家 然后验出来一个狼 那就必出啊 对啊 没有什么好值得怀疑的 反而我觉得刚刚那个孔连顺 是说马老师刚刚说自己是预言家 验出了欧帝 那欧帝可能就是狼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让我对孔连顺有点怀疑 不过 我听到目前为止 反正欧帝已经承认了 那我们这个一定是投他就这样 那欣依林这局一定是好人 因为他唯一拿起笔来写的时候 好人心态很明显 就是他在找 你们敢爱谁谁谁找 所以他这个是好人 那其他我现在都没办法相信 所以就先投欧帝吧 请大家准备投票 欧帝系票 其余玩家投给欧帝 本轮被投出的玩家是欧帝 请留一言 我是一只来自北方 欧帝 天黑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晚被杀害的玩家 是他 你要救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你要毒的是谁 女巫请睁眼 天亮了 昨晚被袭击的是八号陈怡心 可以发动技能 我都说我很厉害了 你们还要杀我 你要带走狼 你要带准 你要带准 我有个提议 场上现在全是女生 只有他一个假女生 所以我觉得我建议你带走他 我们就都是真女人了 只要别带走女巫就可以了 你在那边不要带走女巫 只要别带走女巫就可以了 你很幼稚 可以不带 如果不要的话 就要你认真点拿 这有人吗 好 佩晨姐 佩晨姐 你把真能量女神给带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大王 走 没有这么儿事的 我跟你讲 太儿事了 这一把玩的 有没有认真一点的规则 杀人不是这么玩的 好吗 interven how to call 如果是带走了侯佩晨 你会好受一点吗 当然了 我不好受啊 3号侯佩晨开始发言 我是好人 所以我很高兴我留下来 欧帝侍郎他很明显 他自己承认了 然后他平常都会先开一下 那个孔联顺的玩笑 然后他今天都没有特别点他 所以这一点 我会有一点点怀疑你 那也有可能是眼如金 因为眼如金是 我们大家最相信的人 就是他讲话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是或许带走大王可能是对的 因为刚刚大王的遗言 也没有说他是好人 所以我们听听看眼如金怎么说 大家要小心听哦 我是一个村民 但是现在我们的局势非常危险 对 我能说的就是我教教大家怎么玩 好 我们现在只要一个东西要注意而已 好 我们大家都不说自己是什么身份 好 好不好 因为现在猎人死了 如果我们相信 马老师是愿加愿加死的 我们就只剩一个女巫 但至今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谁是女巫 他既没有动刀他也没有用药 对吧 是不是 对 如果我们现在场上剩下一批哪怕两批 我们就很容易的只要他猜中谁是女巫 他把女巫盗走 我们就输了 对 如果你是女巫的话 然后夜里你把你最怀疑的人先毒死 因为你第一局没有救自己 你后面就没有办法救自己了 所以你只剩下毒药可以用 如果你的我觉得解药也不好用 因为我觉得狼很有可能会自杀了这个时候 他肯定会骗解药之类的东西 现在局势就是命全部 这一局的生死 生死关头就在这女巫的身上 所以你是女巫的话 你小心自己 因为我肯定不是女巫 但是我害怕大家后面的时候 着急跳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先教大家玩 好不好 我说完了 我发现咱这个游戏已经有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没守成规的一个规定 就是一上来必须先搞我 没有 马老一上来先搞我 然后大王一上来也要搞我 先搞你啊 然后欧帝没有搞我 佩岑姐说 欧帝不搞我是反常的 反正我就说了这么多 我是平民 我是平民 因为我有点相信大王是平民 我不知道这场上还有几匹狼 我有点相信大王是平民的原因 是因为他真的在后面在嘶吼 因为就没有需要做效果 做节目效果做到这种程度 所以可能场上有两匹狼还在 这个真的有点吓人 但是如今如果他是狼的话 他刚才跟我们普及 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对的 就跟他的狼的身份是完全相反的 他可以完全不用说这些话 就自己直接叨死大家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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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我现在目前为止是非常相信 如今的话的 佩岑姐目前为止没有露出 一点点的端倪来 你就非常的危险 你真的非常的危险 也不说自己是什么 说自己是平民也就算了 是乱七八糟了 说什么大家要搞你 谁要搞你啊 我说的是事实啊 我觉得我反正怀疑他 然后依林我觉得 暂时也是安全的 其他没什么 反正我觉得 他讲的很奇怪 听不懂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说服我一些什么 但是他好像没有说服我一点 但是如果有可能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两批呢 我不确定 但我有点担心是有两批吧 我先 嗯 觉得是他 请大家准备投票 投配人一票 孔连顺四票 本轮被投出的玩家是 6号孔连顺 请留一言 你们都一起搞我吧 我不认为你们会后悔的情绪 天黑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天亮了 昨晚平安夜 从9号谢依林开始发言 我觉得她不是啊 她是她是好人 你一直说你是女巫 结果你现在说她是好人 你有没有救她 她没有死过啊 死的是你 好 我现在有一点点 但是 言如今通常是我最最最最最信任的人 但是 很有可能是 有没有可能是狼自杀 因为她骗你的解药 我有在猜 但她没有说谎 你觉得她没有说谎 是不是 我也觉得她不像是 好难玩啊这一局 好 因为我们做死了 谢依林的身份了 感觉上 然后她自己好像也知道 晚上发生什么事 那剩下我们都是闭眼玩家 我们这一轮一定要投队 我们才有办法赢 否则狼就已经知道 她要杀谁了 她要杀谁了 对 所以我们场上呢 通常言无精 是我最最最最最相信的人 然后范甜甜 因为我们第一次跟她玩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她现在是在演很厉害 还是说她也在怀疑 因为她刚刚也有怀疑我 然后她很相信言如今 这个是我们大家一定的逻辑 但她今天比较特殊的是 言如今都没有踩人 然后她讲了游戏的规则 这让我感觉她是个好人 但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要反向思考 所以你现在要踩言如今是吗 然后我不知道要踩谁 你是动踩言如今 轻踩我一脚是吗 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 我们一定要投对 就这样 我 我刚才已经说了嘛 女巫不能出来 我一直都不知道谁是女巫 但现在依林姐已经出来了嘛 那现在就是3号跟7号里面 我们要选一个人出来 这一局我们才能赢 这是最关键了 我们来回忆一下 她们两个今天做过的东西 好吧 佩晨姐是刚才差一点 被猎人带出去的 我觉得她的表现是很淡定的 大王被带出去的时候 她是很激动的 所以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 她是一个鸣 第二 她是一个狼 甜甜姐呢 我们知道她玩得还不错 真的吗还好 也有可能是她自杀 对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嘛 狼自杀 我教了她嘛 狼自杀的话 就可以换到解药 然后被救 我讲到这里的意思就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佩晨姐 还是甜甜姐 所以我其实是 说很难找的 如果我的逻辑 奔系已经用尽的话 我们只能靠直觉 你的直觉是谁 我的直觉偏向甜甜姐 你分析了半天就分析我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你演得比 佩晨姐更浮夸一些 我觉得佩晨姐现在的状态 比较像是她想努力地 玩好这个游戏 杀我的可能性的人 只有两个人 和她们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对不对 原来我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你 我完全没有怀疑 如果你不踩我的话 然后刚才 侯佩晨小姐是有重踩也如今 然后轻踩了我一脚 而且她 因为她刚才对我有信任危机 那也是很正常 她怀疑我也很正常的意思 但她会重踩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其实每一个人 除了依静姐是铁定的好人之外 每一个人都应该怀疑两个人 对 打个比方 如果我是狼人的话 我现在一定会减少发言状态 然后就开始怀疑别人 因为我不怕有破绽作用 就我一直在发言 对 因为我就平民 好 那我想讲是 刚刚言如今有讲 她本来想要踩我 因为她现在一定要把这个 注意力分散开来 那她本来想要踩我 就是说刚刚猎人 要带走我的时候 我没有讲话 然后她就说 那她一定是狼人或者是村民 她又改口想要踩她 所以我觉得 她反而有点乱了阵脚 但是她又不可能 不知道你是女巫 我觉得她从头到尾 都知道你是女巫 她在跟你喊话 请大家准备投票 好 我写的范甜甜是 范甜甜 1票 侯佩晨 3票 本轮被投出的玩家是 侯佩晨 请留遗言 范甜甜 你太厉害了 如果我今天是狼 这个游戏 我用菊花走出去 我跟你算到底谁啊 你们还会继续玩 你们小心一点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你们要袭击的是谁 天吃醉了 狼人请闭眼 天亮 天亮 昨晚被袭击的玩家是 七号 范甜甜 游戏结束 狼人胜利 狼人胜利 杰鲁 你这个 你这个 太狂犯了 这个是狼 这个是狼 好 好 好 首先谢依林 第一晚上我被杀 为什么不救 好 因为你看起来就很贱 我才不用救你了 你不救我也就算了 我去那边狗哥告诉我 她这个表情是 问一下这个姑娘 你成一心 嘟嘟你为什么乱致带人 因为我觉得我好不会拿一次恋人牌 不管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先带走一个再说 你知道后来有一个画面很精彩 就是如今一匹狼 然后逗几个女人的时候 好厉害 四个女人一桌麻将 真的 结果她糊了 你们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们要选出本场的一位 MVP 你们知道选谁吗 知道 知道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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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让我放出来 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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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猛危险 然后请坐 好拜托两位一件事情 这次呢我们有一个小妹妹 就是SNH48的那个陈一心 她今天过生日 所以我们就全场MVP都直接投给她 好啊 然后请两位在苏宁一口下单 帮我们买一个礼物 好 所以一共三个礼物 来 送您一桌 好 来自投票 好 我数三二一 好 我们选出本场MVP是 因为今天是陈一心 20岁生日 好 助理生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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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苏宁一口 为你下单订了一个专门的单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在讲每一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 你知道吗 她在讲重点的时候扎眼 这就是表示她在说谎 伊林呢 其实她因为第一次来她很兴奋 她指不住那个可以杀人的兴奋感 她指不住那个可以杀人的兴奋感 觉得这游戏很爽 很勾心斗角 对自己的直觉蒙蔽 本节目的节操由微信公众号 朝阳公园通信门独家提供 微信关注米瑞小漫步 买麻麻瓜子 看片得要刻出节奏 来豆瓣加入饭局的诱惑小组 看饭局不停聊 搜索微博话题饭局的诱惑 与节目官方微博互动 参与明星真心话大宝问 迎神秘大脸 你最讨厌的主持人的名单 排第一的是谁 何久 你是中国男主持人里排在第一的那个人吗 当然不然还有谁 春晚那些搭档 你就选一个最不想搭档的谁 春晚应该有我一个人主持才好 怎么还需要搭档呢 我真是觉得你们这个想法太奇怪了 明年春晚不办 请你评价一下小妮的主持风格 这是不求上进不学无术 这话我还听 吃花酒 吃花酒 你在一个法治节目主持人面前说什么酒 吃什么酒 我又没说 你信不信 我天天来 为什么不离呢 还没过半年跟公众都不好交代 你 天黑请闭眼 excuse me 你要暴狼了吧 暴个屁啊 暴狼了吧 你暴不暴狼 我是预言家 你暴不 相信你应该是看这今日说法长大的孩子 为什么冒充预言家 杀我有怎样 你有本事图编啊 你有本事把绳子全杀了 从头到尾张大大就一直在跳女 我就是女 但我是女 那我们要投我女 你不用 你毒素我就行了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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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